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張佳俊 先和大家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動 我們可以見到今日華南沿岸的雲量都不算很多 所以今天下午在鶴醉看出去都見到天下 其實香港現在是受到一股西南氣流影響 今天天氣都頗熱 市區的最高氣溫都上到32度左右 而新界就再高一兩度 不過與此同時,一些與西南氣流相關的雨區 今天下午由朱江有西部開始環過香港 而直至到下午4點 下午香港多處地方都獨得超過5毫米雨量 至於之後的天氣 我們預計這股西南氣流明天都會繼續影響華南地區 為這區帶來一些炎熱的天氣 以及亦都會有幾陣驟雨 之後的除了一兩天 隨著這個西南氣流變得活躍 廣東沿岸地區的驟雨會增多 以及會有狂風淚暴 風勢力都頗大 但我們預計到下午初期 位於南海北部的空空反體的船會稍微增強 華南沿岸地區的天氣日間會變得炎熱 但亦都會有幾陣驟雨 今晚昨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 明早早驟雨會較多 最低氣溫會在27度左右 而日間短暫時有陽光和炎熱 市區的最高氣溫會上到32度左右 新格再高一兩度 而風方面是吹和喚的西南風 風勢間中清靜 至於展望 我們預計星期五和星期六 間中會有驟雨和幾陣雷暴 而隨後的一兩天仍然會有幾陣驟雨 日間天氣會炎熱 今次的天氣節目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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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